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的UI 今天是第十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自定义按钮的样式 咱们想想 咱们开发一个APP 不管您是用安卓 用这个iOS 还是用这个web 对吧 肯定都会用到按钮吗 和用户进行交互 那么在咱们SWIFTUI当中 就给咱们提供了一种 如何定义按钮样式的这么一套机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通过这个Botong 这叫Botong是吧 Botong Style 咱们来定义一下 咱们自己按钮的样式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大家请看 这段代码是我自己定义的一个样式 一会儿给您讲解 咱们往下走 下面是咱们的一个视图 在视图当中 咱们开了一个对战布局 是纵向对战布局 然后里面呢 我有四个按钮 这四个按钮呢 分别显示了它自己不同的样式 前三个是咱们系统默认带的样式 最后一个呢 是我给您定义了一个咱们自定义的样式 咱们今天都运行看看实际的结果 好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建一个工程文件 好不好 马上开始啊 go 好咱们建的还是这个iOS平台的APP 没说的是这样啊 Swift的UI 它不仅仅可以开发iOS iPad 同时也能够开发MacOS里面的各种应用 非常的强大 最近其实这个Cotlin Google也支持 它不仅能够开发这个安卓啊 它也能够开发专门应用 那个是今后我给您讲解的话题啊 好咱们这地方 咱们建一个 那个project 然后咱们选择默认的Swift的UI的生命周期 建立起来 我把它最大化 这边不要都关掉 好 在这里面 咱们就要实验一下 干什么 咱们首先 先把这个微布局拷备过来 这个微布局是指着 它里面所有的内容都纵向排列 数向排列 好不好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是这样 咱们一个个来 行不行 咱们相拷贝这第一个按钮 有朋友说这按钮都是干什么的 大家请看 这一上来是个Botong 这没说了 对吧 Botong是吧 然后这是Action 这是按钮按下的行为 比如说这个按钮按下之后 咱们可能要去访问一下数据库 然后取到最新的数据 然后显示给用户端 这个按钮按下的Action 里面的内容 是我上期给您介绍的 咱们那个MVVM模式 要写在VM模型里面 对吧 OK 好 咱们先小心上几个内容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先看看默认 咱们的按钮显示出来什么样子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选择的可是默认按钮的样式 对不对 OK 这地方我启动一个虚拟机 咱们就还选择凤八加 好不好 OK 然后按住这个Command 将B键编译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按Command加R键 把它运行起来 Go 我这个电脑是2015年买的 目前感觉有一点慢 以前我用这个Scode11的话 感觉还可以 但是用这个12的话 似乎有点慢 有这个感觉 大家请看 这是按钮默认的样式 点击之后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内部的按钮 该怎么显示 是这个地方可以定义 我是定义一个Text 然后咱们把它字体 给它放大一点好了 好不好 OK 然后字体咱们就叫做Title 然后咱们再运行 我把这个Xcode缩小一点 这样咱们看得清楚 大家请看 字体比刚才大一些 这个是按钮默认的样式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大家请看 平整按钮的样式 试一试 在它下面拷贝 然后Command加R键 再运行 字体可能还是比较小 所以咱们再扩大一点 稍等 OK 再运行 大点的 咱们做这个教程 看得清楚 对吧 实际 您开发中 要跟您的这个 这个APP的情况 来调整这个 是大小 包括这个布局等等 OK 没有问题 然后我把这个 Font的这个Title 这个字体 咱们放到咱们课件当中 然后这个我会传到 这个GitHub上去 这样的话 您自己下载 我的代码运行的时候 都会是这个大按钮 非常清楚 对吧 好 接下来 咱们看完了两个样式 接下来拷贝 第三个样式 其实大家注意看 它给咱默认 提供这几个样式 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看 默认的话 像我自己做项目的话 默认我就用它自己的样式 如果默认样式 不满足要求的话 剩下这两个样式 我就不用了 我就直接 自己定义样式去了 好 大家请看 这个无边按钮样式 第一个有边 第二个无边 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它有没有边框 如果您家背景色情 能够看出来 好 这三个是它默认的样式 都不能够满足 咱们的需要 咱们需要自己定义一个样式 满足咱们 怎么说呢 这APP看起来更加的活泼 更加的活跃 对吧 交互性更强 UI的体验更好 对吧 好 怎么做 拷贝 咱们再做一个按钮 然后应用咱们自己的样式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自己按钮的样式 对吧 这个按钮样式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还没定义 对不对 所以说它现在给我告诉我 我找不到你的样式 怎么办 定义一下 怎么定义 上面的代码有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就可以 拷贝它 拷贝过来之后 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大家请看 我是继承了默认系统的 Button style Button是日语发言的 Button style 这么一个样式类 然后我实现了它一个 make a body的方法 大家请看 叫make a body 也就是说我这个按钮 身体里面都长什么样 对吧 然后我这有一个参数 configuration 然后这configuration里面 有一个express的属性 就是说这个按钮是否被按下 对吧 它会给咱们提供了很多属性 今天我做的这个样式 就用到这个按钮 是否被按下的属性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我定义的这个自定义的样式 是要让它这个按钮 在按下之后显示的方式 和不按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按钮 怎么定义 首先拍顶20 上下左右的这个间距 都要保持20个单位 然后呢 我给它定义了一个滤边 这个滤边的宽度是5 这都没问题 然后我给它定义了一个 大家注意看 背景色 这个背景色的地方 会判断一下 这个按钮是否被按下 如果是按下的话 那就就是true 对吧 如果是被按下的话是true 那么背景显示绿色 如果没按 那就说这个express是false 对吧 那么我这个背景呢 显示白色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小逻辑 然后注意看 我这个按钮呢 我还要做一个放大的操作 也就是说 当按钮被按下的时候 我会定义这个scale effect 这个方法干什么 把咱们这个按钮的比例 扩大1.2倍 或者说 我这个显示的size 是原size的1.2倍 当然 如果您没有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 就是原大小嘛 对吧 OK 这就是咱们定义了一个 咱们自己的按钮的样式 咱们马上运行 看结果 command b 编译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command r 运行起来 好 大家注意看 我这按钮出来了 对吧 多了一个边框 当我点下的时候 大家请看 不但按钮自身变大 同时 背景色也变了 对吧 因为我现在是一直按着按钮 那我现在松开 看看是什么结果 一松开 就回去了 对吧 这是咱们自定义按钮的样式 那么 咱们既然自定义一个按钮样式 相当于咱们写网页的样式单 对吧 那么咱们可以把样式 应用到咱们系统中 所有的按钮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对吧 就是抽象出来 这个显示逻辑 对吧 非常的方便 OK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如何在这个IOS CVS UI当中 定义自己按钮的样式的 最简单的写法 希望呢 对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我今天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对不起